竞争的心不能有 分别胜负的心也不能有 这就对了 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难在哪里呢 难在自己好胜的那个习气 他就 主要晓得 这个在佛门里面讲这业障 你自己很能干 别人不如你 于是你瞧不起别人 轻视别人 有意无意当中常常显露 那么这样的心态行为 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造成于一般人歌目 不能跟大众 和睦合作 亏吃他了 所以你的成就 是很有限的 别人替你工作 是拿你的工资 替你工作 先并不服 经历工作 肯定 你常常看这个不顺眼 看那个不顺眼 天天在教训人 天天在吃着人 人家为了生活吗 讨生活吗 不能不受你的委屈 他要有好的地方去 他一定离开 他怎么会帮助你呢 一个成功的人 决定是谦虚 尊敬 你才能得重 得人心 中国 英语常讲的 得人者昌 舍人者亡 无论从事于 哪个行业 你当老板 你一定要得 员工之心 员工对你真真尊敬 真正为你办事 你要是不得人心 给你工作的人 都是貌合神理 你的事业能支持多久 多不长 顶多到自己一生 自己死了 你的事业就完了 那么在中国古时候 将老字号 老招牌 他开个店 能够开 年三倍年 你再看看 那个当老板 他有一套学问 肯定是把他的员工 都看作是他的子弟 亲朋好友一样 照顾的很周到 所以大家把这个事业了 就看成自己的事业 认真努力去做 他能做得好 做出名了 他能够代代相传 老板代代相传 员工代代不离 他成功了 如果是职位自立 只是少分利益 分给这个员工 他们的工资 你就不能得人兴 你要把人看成自己人 业家人 你才能得人兴 荣誉 荣誉 是大众的 过时 老板自己成当 不责备员工 为什么呢 当老板的人 带头没带好 没交好 能做出好样子 要自己负责 员工就心服口服 没话说 没话说